杰尼斯事务所 日前前任创办人强女喜多穿 性情适时渐渐外界 然木村拓哉 缺乏文艺丝力挺引起外界跑轰 而近日各大企业纷纷切割杰尼斯 木村拓哉在2020年 借下日本麦当劳代言人 不过日本麦当劳竟然宣布 目前跟杰尼斯事务所 旗下议员的合约到齐后 就不会再续约 而杰尼斯事务所 有个麦当劳签约的艺人 就是木村拓哉 另外木村拓哉 自2020年代言的日产汽车集团 也同样发声明表示 不再与杰尼斯艺人签订新约 间接表示不再与木村拓哉续约 木村拓哉连丢两个代言项目 掀起热烈讨论 转发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转发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转发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